神班冒十介,很清楚,不可杀人 为什么神又命令以色列人要打仗时杀其他族裔的人? 很明显是双重标准 神单止叫以色列人去杀人 简直叫他们进行无差别大屠杀、种族清洗 我怎么可以想一位这样的神? 连无辜的儿童和妇女都要杀了? 那怎会是公平?你还说神是慈爱? 欢迎大家收看逢星期四播放的《信不信由你》 我是梁伟江传道 我们一起从护教学的角度去探讨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 有很多无神论者都质疑 救药的神实在太残酷、太邪恶了 举例来说,当以色列人进入英许之地的时候 为什么神会命令他们杀了当地的迦南人? 你看看《生命》的一段经文 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但那些国民的城,指那些迦南人的城 耶和华你的神既次被你遗孽 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都不可以存留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 将那些一切的迦南人灭绝正尽 哇,需要这么残忍? 很明显神叫人去杀人 护教学者,亦是旧约圣经学者Paul Copen 写了一本书叫做Is God a Moral Monster? 来回应这方面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考虑几点 首先,如果是无神论者提出这些问题 我们首先要指出 无神论是没有一个客观道德规范的基础 去界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所以无神论者不能够知道什么是残酷与否 亦都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杀人是邪恶 无神论者最多就是可以问我们 你说你的神是慈爱 那为什么叫人去杀人? 你的世界观很不一致 好,这是一个公道的问题 我们需要去回应 我们又想想 究竟神是否无端端毫无原因的 叫以色列人去杀加南人? 当然不是 神有祂的原因 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道德上 完全败坏的加南人 而祂的方法就是要使用以色列人作为工具 命令他们要清除这些加南人 神等了四百年那么久 但这些加南人始终没有悔改 当时加南人的文化背景 他们简直是无恶不作 拜偶像 很多淫乱的事情 又有妙技 进行人秀交等等 最严重的恶行 他们竟然将婴孩作为祭物 献给他们的偶像 叫做摩洛 他们用火将偶像烧热 然后竟然把婴孩进去看着被烧死 甚至叫一些恶手大声的打鼓 奏乐 使父母听不到他们的孩子 挣扎的哭声 多么残酷 很多时候 当我们看到世界那么多的恶行 我们就问神 为何你不阻止 这里神就真的介入阻止 命令以色列人 要铲除那些加南人 停止他们的恶行 但我们也在投诉 神你为何这么残酷 再说 究竟神这个命令 是否种族清洗 按定义 种族清洗就是因着仇恨 铲除某个种族 但现实 就是神的审判是基于人的恶行 而并非种族 一位公义的神 他要审判这帮道德败坏的加南人 完全公平 绝对没有双重标准 你看看当几百年之后 当神的选民以色列民离弃神 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到当时 神同样审判他们 神就使用雅述和巴比伦 来审判以色列人 使他们亡国 所以很明显 神的审判是基于人的恶行 而并非种族 我们又问 审判还审判 为何神叫他们杀起无辜的儿童 我们要记得 神是全知的 无论过去 现在 将来 他都知道一切 神预先就知道 那些加南人的儿童 当他们成长之后 亦都会好像他们父母 来到行恶 世世代代的继续下去 他们会拒绝神 最终的结局 就是在永恒当中与神隔离 相反 我们相信当年多轻的小朋友 离开世界 他们是会进入神的同在 因为婴孩 小朋友 他们太小了 他们根本未能认识神 相信神 所以按着神的怜悯 他们在永恒当中 就不会被神定罪 对于加南人的儿童来说 离世与神同在 总好过将来 他们行恶 带来的结局 就是永远与神隔离 总括来说 神颁布这个命令 要清除所有加南人 有他的原因 就是神的审判 要临到这帮加南人的恶行 同时 神也要保护他的选民 以色列民 避免他们受这帮加南人的恶行影响 你看刚才的经文下一节说什么 神命令以色列人去清除加南人的原因 就是免得他们 那些加南人 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户的事 就是他们向自己的神 自己的偶像所行 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神的主权下 他要清除这帮无恶不作的加南人 为的就是要保护他的选民 以色列人 而我们今天一起去反思 神单止是慈爱 给我们机会去悔改那位神 神也是审判的神 他的审判 最终要临到一些不愿意悔改的人 今天你和我又会怎么选择呢 我们选择神按着我们的恶行来审判我们 因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以至到神 他就按着耶稣基督所做的 称我们为义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这条片帮到你 你可以考虑按like 或者和其他人分享 我们一起努力 装备更多的信徒 记得按这里 去订阅以色拉的YouTube频道 或者按这里 看看信不信由你的任何一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愿神恕福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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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